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 朋友您乖 講到健康 柴米油鹽酱醋茶 油是每天開門七件事 一定要吸收的重要的食材 而且油脂跟脂肪的 這一個來源 也是現代人 每天必須不可或缺的營養素 可是你知道嗎 市面上的油八八塊 比方說花生油 玄米油 芝麻油 葵花籽油 然後這一個 比方說葡萄籽油 橄欖油 琳瑯滿目一大堆 還有台灣人很夯的 這一些苦茶油 香油 各式各樣的調和油 有的時候 你在超級市場的貨架上 都會看到 那到底怎麼樣健康生活 來應用不同的油 跟好油呢 待會兒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洪詠祥醫生 女官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素卿 大家好 再來是營養好朋友 黃淑蕙姐姐 大家好 再來是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師傅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健康好朋友 王明勇大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陳志欣主廚 大家好 好 我先問一下 蘇欣 這個人體每天熱量不可或缺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來源是油 然後市面上有八八塊 有飽和脂肪 有不飽和脂肪的 然後我剛剛講 各種堅果類的 種子類的 然後像大豆沙拉油 這個台灣人也滿常見的 然後各種調和油 琳瑯滿目 偏偏人體真的是每天都需要好油 對 其實最近幾年 其實對於油的這個看法 越來跟以前越不一樣 早在30年前 美國心臟學會跟相關的學者 他們會認為 美國人越來越胖 美國人心臟病越來越多 都是油害的 尤其是其中的兩種油 一種叫做飽和脂肪 也是動物油脂 一種他說跟膽固醇吃太多有關 如果你印象有比較 稍微有點記憶的話 大概去年的時候 關於膽固醇這件事 他已經有一個新的說法 事實上飲食裡的膽固醇 其實你不用特別去控制它 因為他發現飲食裡的膽固醇 跟你最後會不會真的導致 你最後的高膽固醇血症呢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飲食只要不要 吃到飽的膽固醇 其實你適量的吃 你真的不用太在意 可是第二件事 就是有關於飽和脂肪 有些動物的油脂 是不是不好這件事情 其實在2014年 TIME時代雜誌有一個封面 封面就一圈大大的奶油 就刮下來那個奶油 然後它的英文就寫著 eat butter 就是吃奶油 那時候開啟了一連串的討論說 奶油真的要回來了嗎 為什麼有這樣討論 因為他們發現 比如說之前有公佈了一個 很有意思的研究 他們在美國 在精神病院做了一個研究 因為精神病院比較相對沒有人權 他們可以做一些飲食上的控制 怕分成兩組人 一組就是全部都用植物油 一組就維持 他們還是以動物性油脂為主的飲食 結果發現動物性油脂為主的這群人 雖然我飽和脂肪比較高 然後事實上我的血膽固存 也真的相對比較高 可是奇妙的是 兩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並沒有因為我少吃動物性脂肪而變低 對 所以他們就為了一件事說 難道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我們誤解了奶油這件事 誤解了動物性油脂這件事嗎 所以開始有一個新的想法 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 挑對油 比如說植物性油這一組 你可能很不幸的吃到 反式脂肪很多的氫化油 它比飽和脂肪更恐怖 第二件事情 植物性脂肪這一組 可能用了很多Omega 6系列的油 Omega 6系列的油 可能你如果做的 烹調的過程比較不當 它還是可能造成一些發炎反應 那至於飽和脂肪這一組 動物性脂肪也不是全都飽和 如果我的量控制得宜 我相對是天然的 我不要吃過量 維持在一天可能 我的飲食的熱量的30%左右 事實上對我來講 第一個 我的細胞膜組成 是要用油的 我的荷爾蒙是要油的 所以這些油反而 甚至讓我的細胞可能更健康 甚至有人認為 膽固醇太低的時候 你可能癌症的機率 還有風險高 所以不是不能吃油 這一集是慎重的要告訴大家 是要吃對油 選對油 用對油才是真正對健康有幫助 真的 那我問一下洪醫師 我每次看油品的廣告 都是什麼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那那一些飽不飽和的脂肪酸 對我的身體到底有什麼影響 不管哪一種飽和脂肪酸 我們都要攝取 我這裡有做一個表格 跟大家區分一下 我們的油脂來源 大概可以分三個 所以大家詬病 大家很害怕的 叫飽和脂肪酸 飽和脂肪酸 當然顧名是 就是我們吃那些肉類 牛羊 豬 家禽 皮下脂肪 牛奶 飽和脂肪那些 還有植物性大概就只有 也只有跟棕鋁油 這類屬於飽和脂肪酸 可是飽和脂肪酸 在我們身體裡面 有扮演一個角色 它比較容易消化吸收 所以它是我們主要 熱量的一個來源 那另外它也會轉換成 某一些必需脂肪酸 所以必需脂肪酸 就是我們身體 自己不會製造出來的 那當然大家講到好的油脂 就會講到那個不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是在它的那個分子結構 有一個叫雙腱 如果說只有一個叫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那如果兩支不飽和的 那個雙腱叫多元 那越多的雙腱越不穩定 所以飽和脂肪 我們講飽和脂肪酸 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油脂 那不飽和脂肪酸 越多的就越不穩定 所以我們一般說 不飽和脂肪酸 不能用一些 來高溫的一些油脹 那又分單元跟多元 單元就是只有一個 不飽和的雙腱 像Omega-9就是 那Omega-9最常見的 來自於我們的一些 什麼橄欖油 芥花油 一些油菜籽油這些 像堅果類一些 莫里 胡桃 杏仁 花生 這些都是 那它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它的好處會降低 我們的一些壞的膽固醇 提高我們一些好的膽固醇 可以爆 另外一個就是抗氧化 保護我們的一些心血管等等 那另外一個要介紹的 叫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那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有一大族群 那最代表性當然 Omega-3跟Omega-6 那Omega-3大家比較熟悉 大概就來自一些 魚油之類的 像一些鮭魚 青魚 什麼秋刀魚這一類 那Omega-3事實上是 我們最鼓勵多吃的一些油脂 因為它對於一些 預防心血管疾病 減輕一些發炎 治療一些什麼 它就是一個抗發炎的一個油脂 那當然還有一個叫Omega-6 Omega-6是來自於像一些葵花油 一些堅果 堅果種子油 一些少數的動物肉類 雞蛋都有 然後它在我們身體上 辦一個角色是可以增加我們一些 抗病毒的一些免疫的一些效果 那當然所有的不管飽和 不管單元不飽和 多元不飽和 事實上要有一定的比例去攝取 這我們後面還會再討論 好 接下來我先請柯柯先出來分享 柯柯本人這個就每天很多料理 裡頭就會用到油對不對 幾乎都會用 好 可是柯柯 我看過你一篇文章跟一篇報導 你就講到有一些油 有的時候你會混著用 像你今天會介紹你常用的 這個花生油 玄米油 然後也有芝麻油 那這裡頭有一些油脂 其實首先跟料理的搭配 第一個要學會的是 到底哪一些 發炎點 油脂耐高溫 對 像葵花油它其實 我們現在是指所謂精釀過 好 所以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耐高溫到200度的油 一般市面上的大概有葵花油 橄欖油如果是 橄欖油是經驗的 就是不是extra virgin的 就是後面的那些在提煉的 在二次提煉的 所謂的橄欖渣在提煉的 它就有辦法可以到200多度 好 那extra virgin是沒有耐高溫的 對 好 再來 對 花生油 大豆油 那 花生油的話實際上 之前大家不敢用 是因為被美國人害了 我們買了一批黃菊毒素的花生 然後 對 美國人很壞 所以花生油 花生的品質就要好 油才會好 其實這裡面耐最高溫的 這裡面沒有寫出來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苦茶油 對 我們苦茶油可以耐到250度以上 對 所以苦茶油我認為是 全世界最好的油 而且得天獨厚就是台灣跟中國的南方 這個地方才有 只是它產量相對少 價錢相對貴 所以我再問一個蠢問題 我就發現有些時候你在炸東西 或者做辣椒油 就是要油蔥 那或者你就會挑這種耐高溫 像葡萄紙跟玄米就耐高溫 今天我們講的就是精緻油 精緻油基本上這些幾乎都會 沒有太重的味道了 對 但要只要圓炸或粗炸的 才有可能保養那個香氣 但圓炸粗炸的那個幾乎 幾乎我跟你講很少 為什麼 總之一定要加熱才取得粗油 總之沒有加熱就取不粗油 我們從顏色可以看 來 你這個板子再繼續放著 像這個花生油這個顏色 我故意還叫店家用這個透明瓶 然後貼花生油 所以這一個是你弄來的純花生油 純的 我跟你講 這個顏色區隔是怎麼樣而來的 你知道嗎 這顏色區隔是因為它烘焙的時候 它烘焙的溫度跟它焦化的程度 來去取決它的顏色 所以它油就沒有那麼重 像今天這兩罐是你帶來的 這一罐是你帶來的花生油 這一罐是你帶來的香麻油 你從顏色來看 它們兩個幾乎沒什麼差別 對 沒有錯 都很接近 這個是白芝麻的那種香麻油 這是純白芝麻做的香油 這是純的 這一瓶是純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混合芝麻做的芝麻油 混合芝麻 芝麻其實有四五種顏色 不是我們所講的只有白跟黑 那我們來看 客客這三罐 如果我沒有放在這樣子 真的你在市面上看起來 都會很雷同很接近 有些時候 滿油為什麼觀眾會有疑惑 滿油如果這樣瓶裝又密封 我真的很難辨別它的好壞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我們在買油的時候 第一個 認品牌 就是如果你在一般超市來講 像我們不一定就認品牌 我們還有很多就是農民的朋友 他們自己 像這個就是農民朋友 我跟你講你平衡一下 沒有啦 貴三三你呢 香 這不像你的屏東 這也順的 你平衡一下 我跟妳講 你本來要貼油 花生有香到像花生醬 像那個要吃花生吐司 有些人烤花生吐司就超香 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買油 大家有一個觀念 大家有一個觀念 堅果類的東西 都會香 堅果類的東西不是說香 香是因為炒的關係 我剛剛講過顏色也是因為 堅果類的東西原則上台金 我講台金為比例 因為這樣一瓶是一斤 為什麼用這種瓶 因為一瓶就是600克 就是一斤 要4斤到5斤的原料才能擠一瓶 所以4斤到5斤的花生 才能唸出1斤的花生油 對 芝麻也是 芝麻也是 雷同 好 花生也要選名種 大顆要擠沒油 小顆要擠有油 好 小顆要擠多少 現在市價是170一斤 170一斤 然後5斤 所以它的材料就光 材料花生就要800塊 所以它賣你900塊是沒有賺的 是供錢而已 因為它把它壓成油 壓成油本身也要供跟蓄氣 花生油其實是跟苦茶油一樣貴的 苦茶油不是一瓶都1000多塊嗎 對 合理 就是說假設它反映原料 又反映供的話 它反映到最後的售價 它也不可能做義工 對 如果賣你一瓶150的話 肯定它就是混的 所以柯老大今天講這樣 觀眾朋友真的要 對 這是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有大桶油 一桶一兩百塊 對 那當然就是羊毛出在養生上 那你就不要期待你買一桶幾百塊的油 叫做好油或者純油 那這個就是羊毛出在養生上 對 所以現在要給大家一個觀點 為什麼油會這麼貴 就5比1嘛 5斤才能變1斤 好 那柯柯你剛剛講的 這幾個都是堅果油 對 因為芝麻是堅果 然後香油是白芝麻也是堅果 然後花生也是堅果 那同一種堅果油 或者混著兩種堅果油 有的時候你還會混搭對不對 對 像我在炸東西 這是跟日本人學的 日本人也是一樣 因為日本有吃甜不辣 甜不辣都是炸的 日本第一個它炸的東西裡面 一個可能用玄米油 可能用葡萄籽油 可能用菜籽油 因為它都是可以耐熱到250度以上 對 耐高溫 像這個就玄米油 玄米油 所謂玄米油就是 我們說的糙米 玄米就是糙米 糙米的油 糙米的胚芽 胚芽油 好 然後日本那邊也有講就是說 老年人還有幼童 因為胚芽可以幫助腦部的傳導神經 那另外一個就是葡萄籽油 那為什麼要用這種幾種油 因為這幾種油 對食物的味道影響不會影響到 你可以聞聞看 它就沒有味道 葡萄籽油也是一樣沒有味道 真的 它就沒有味道 我跟你講 剛剛這花生油香死了 然後這個是沒味道沒feel 對 葡萄籽油也是一樣沒有味道 所以它們不會影響到食物為主的味道 對 但是完全沒有味道 有時候食物也太單調 對 尤其魚跟蔬菜 所以它裡面90%以上是這種 類似這種像玄米油的東西 或葡萄籽油或菜籽油的東西 然後它會加一點什麼冷壓芝麻油 冷壓芝麻油它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讓它炸物香 對 還有它會再混一點其他的油 但這個就是機密就不能告訴你 就變成各個商家跟師傅的機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日本吃那種百年老店的甜婦裸店 它明明就這樣子 大家炸工都差不多 它的東西特別香 對 然後它有兩鍋對不對 對 秘密就在油 對 它兩鍋裡面就是溫度不同 然後炸不一樣的方式 然後兩鍋裡面調整的油都不同 那真正那種米其林級的那種油炸物的店 它早上中午賣給你的那一鍋炸油 就全部都回收 就沒有再重炸 好 所以很貴 一個人進去就5萬塊日幣起跳 好 那克克今天就要來分享一個這一個 對 乾燒蘿蔔燒雞就要混搭油 這就是一個古早菜 對 菜脯擦骨吧 蘿蔔乾燒雞 好 然後呢 如果你素菜的話其實更明顯 如果你把這個 你吃素的你就換成豆皮 對 換成豆皮就好了 好 我就會怎麼講 原則上我就會先 第一個先用花生油 好 花生油用一半 來 我們給鏡頭拍 花生油其實大概用10克左右 10公克到15公克一點點 這個應該有兩大匙的 好 然後我會用一點純的芝麻油 好 純的芝麻油進去 然後就是它在佔它的1分之1 好 純的芝麻油佔花生油的1分之1 所以你現在混了花生油跟芝麻油 對 所以你去炒素菜 你會更有感覺就是說 這樣炒出來的素菜 比任何人都更好想要吃 好 這個油 不管你鍋熱或滴 都可以直接用 而且你很強 你這個香味已經比我昨天經過 阿叉 麻油雞更香了 光油 真的 還沒有肉 我的油很貴 所以有的那種店 你說什麼姜母鴨燒酒精那種 明店 如果真的生意很好 你會發現你從橡尾 大概就可以聞到 對 不然有的店為什麼生意 一樣是賣麻油雞 姜母鴨 為什麼有店的聲音不好 其實就差在這個關鍵 油很重要 所以我香味那個香氣很重要 我這樣子以後都去店家 人家都討厭我去了 現在我們柯柯 柯老大現在在拌炒的是雞肉 雞肉 對 好香喔 我們咖喱有過多會產生什麼 它會產生一些壞的一些 花生油酸 會造成我們很多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一些心血管 幾乎 包括我們很多憂鬱症 代謝異常 很多好的油 裡面維他命一含量就很高 我們攝取進來 也可以清除自由基 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功能 對 雞肉炒拌熟就好了 就要來燒了 然後把蘿蔔乾放進來 蘿蔔乾 你一定要記得蘿蔔乾 它醃製好的蘿蔔乾 其實都帶鹹味 對 所以我這個蘿蔔乾已經 泡水一個小時 就是把那個鹹味洗掉 中毒換水好幾次 但是它的甘甜味存在 我就要它的甘甜味 所以這個是蘿蔔乾 對 蘿蔔乾 然後蘿蔔乾讓它拌炒 然後我先把糖先炒一下 我希望它顏色重一點 還沒下醬油之前 先下的是糖 對 就是焦糖色先讓它出來 焦糖 所以你炒蘿蔔乾的味道 太爆香 蘿蔔乾你用花生油炒 我想絕對比什麼都還好吃 再來蠔油 我不是加醬油膏 我是加蠔油 我加的是蠔油 蠔油大概一尺下去 然後一樣拌炒讓它炒蝦 對 因為蠔油因為它會鹹 還有蘿蔔乾 雖然它比較淡 但是它還會鹹 所以蠔油放的量不要太多 然後蒜頭 蒜頭這個時候才下 對 不要太早下 太早下但是你用草味 大家拍這樣 然後因為洪醫師在 所以我辣椒晚一點放 那如果要吃辣的 就辣椒早一點放 然後再來我就是 加了什麼 川蠔 川蠔 最近又要出國 所以要減肥 所以 川蠔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因為它剛剛那個 堅果油跟雞肉都沒在客氣的 川蠔剛好平衡一下油脂的油膩 川蠔進來 你看這樣就很漂亮了 漂亮… 今天還準備青菜 都是當季的 當季的 現在買那個大豆苗比較便宜 真的 夏天買大豆苗要一包100多塊 對 現在30 50塊就有了 好 所以這個季節大豆苗 推薦給大家一起進去燒一起吃 大豆苗 吃當季真的平價又健康 對 而且很細 當季蔬菜往往正常 而且又特別好吃 對… 吃藥吃當季 然後蒜苗 你的蒜苗是這樣子鋪上 它蒜苗好多 我們柯柯真的改邪歸正了 以前都是滿滿的肉 現在是滿滿的菜 真的 因為它肉碼給我很少 不然要給你一鍋肉嗎 好 再來放辣椒 辣椒… 然後這是要清香 這個是要濃香 所以我加的是米酒 用酒來蒸蔬菜 所以沿著這個牆一下 順便把剛剛那些肉 把它弄熟了 好 這時候把它開小火就好了 然後久蒸蔬菜 然後兩分鐘以後 好 現在我就好了 好漂亮 然後我稍微拌一下 其實你看上面都有蒸過了 對 這蒜苗一定很好吃 然後我跟你講 等一下你會搶著吃的是蒜苗 跟豆苗 這個季節蒜苗 超好吃的 再不吃 下個月就沒了 對啊 我們來試吃 我們客客這個蘿蔔乾燒雞 好好吃 每樣食材都好吃 其實它的油很香 然後酒味還有 但是每一道食物 該有的味道都還在 你看它那個蘿蔔乾 它那個蘿蔔乾 這樣炒了之後裡面很甜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那種 你會感覺到那種 日光曝曬過的那種甘甜味 很像葡萄乾那種 那種淡淡的那種甜味 非常好吃 然後你咬到那個蒜苗 青蒜苗也非常的甜 然後最好吃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你的木耳 因為木耳掛上了那個湯汁 然後那個脆感一咬下去 湯汁會這樣搖頭灑出來的東西 整套吃起來就是我覺得 柯柯把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剛才破題一開始就講 油不是不能吃 是吃對油 比如說很多人會擔心說 花生油 芝麻油 我如果經過這樣的溫度的炒之後 會不會可能 或者它是Omega 6系列的 它進入身體裡面 有沒有可能造成一些發炎反應 我必須說適度的發炎反應 對身體是好的 過度的發炎反應 才是問題所在 可是即使會有發炎反應 你看柯柯加了這麼多青菜 同時滅火 即使你不要吃太多 但是你有滅火的東西 一次一加一減之後 就不會過量 所以你要把握一個原則 第一個是量的原則 第二個是如果這是造性的 它是會加油的 那你要記得就滅火 所以整體吃起來 其實非常的平和 而且真的超級好吃 真的 而且好的油脂 真的很重要 其實很多研究就是告訴我們 這樣其實在 你如果怕你油吃太多 你會影響到你的血液的 血脂肪過高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蔬菜的量 這次纖維也必須加進來 就我剛才發覺 柯老師你今天的那個 蔬菜比例量放得非常大 所以你剛才 其實你在倒油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說 你怎麼倒那麼多油 對啊 我心裡想說你倒那麼油 可是我後來看到 你的蔬菜的比例的量很夠 所以相信這一塊 繩子纖維的部分 再補上去以後 就像舒青講的 你就有一個滅火的動作 其實我講一點 真的就是 本來我100多公斤 我減肥的時候 其實我從來沒有機會油 我從來不吃水煮東西 水煮東西真的很難吃 真的很難嚇吼 所以我只是選擇用好油 我常晚上 我晚上沒有碰澱粉 我晚上就是炒一盤這樣 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常看我 Facebook都知道 然後在 有時候那一杯就沒有拍出來 對 就這樣一杯 然後配這樣子 而且你事實上 就很滿足你知道嗎 你選對油裡面 才能夠提供給我們必要的 幫助我們必要的 植榮性維生素 吸收進來 包括AD、E、K 特別像維生素E 事實上我們常講抗老化 抗老化的維生素就是指它 有了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細胞膜 維成我們細胞膜的壽命 所以避免我們老化 我們常常說很多阿嬤 或是小姐都會 化妝品裡面會添加維他命E 事實上很多好的油裡面 維他命E含量就很高 我們攝取進來 也可以清除自由基 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功能 也可以保護我們的肝臟功能 所以其實選對好油很重要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一位大哥也分享 你的用油也非常多元 像你今天帶來了 亞麻仁油 南瓜籽油 跟苦茶油 還有這個麻油 對 尤其我們剛才講 未精緻的這個油品 像你看未精緻的葵花油 亞麻籽油 芥花油 這些的你看 大概都107而已 那你看剛才講的 HRV菌大概就在所謂的160度 那如果是一樣 其他不精緻的 就是它沒有經過提煉 或者高溫去所謂的脫色 脫錯 脫味的這些精緻過程 大部分你會發現 大概就在160左右 好 除了剛才講 剛才柯老師講 你的這個所謂的苦茶油 它天然不精緻就可以達到這個溫度 葡萄籽油也可以達到200度 那因為現在營養學界也發現 我們現在這個Omega369 要有一定的比例 對 不能只有偏頗一種 所以我常說 我也跟很多婆媽分享說 你吃油就是輪流吃 如果今天我們也不像 華老師 營養師算 都知道怎麼省 我們不會算 那你就不要一輩子只吃一種油 對 你不能說阿嬤說以前都吃甜油 一輩子都吃甜油 那這樣的話你的油 這個營養素它就不均衡 就剛剛講的邏輯 同樣高溫的油 你有的時候用玄米油 有的時候用葡萄籽油 那你就平衡了 就分類了 所以家裡我常常會分三大類 就是高溫烹調的 像中低溫這樣炒一下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寶劍的 寶劍或者涼拌 或者做醬 對 那SF菌 或者亞麻人油 或者是南瓜籽油 就是這一類的 可是你待會兒要先燒它 你就會先用耐高溫的苦茶油 所以美容大哥 現在先放一點苦茶油 或者是玄米油 或者剛才講葡萄籽油 它本身都是比較耐高溫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用一點菇類 來做料理 所以一般我們就是把它 用一點耐高溫的 我們稍微把它爆炒一下 或者是真的 你今天不用油 因為我今天我後面的醬 只要後面下 你用稍微水蒸的也可以 水蒸也可以 等一下用一點點水把它蒸 因為這樣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現在來炒香 這個胡蘿蔔跟香菇 對 我們可以把各種菇 都先把它炒香一下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 趁它這個過程裡面 再來調一下它的醬料 所以現在的油量很少 可是待會兒 這個另外的醬料 就會額外再加 南瓜籽油跟亞麻人油 對 好 現在再放上去的是多種的菇 像紅喜菇 雪白菇 季節 季節性的菇 季節性的菇 那這一個是味噌燒 味噌也是不耐高溫的對不對 沒錯 所以你的醬裡頭 包含最後也會再燒味噌 對 好 所以現在也有一點點水煮的概念 對 我們加一點點水 其實先把它燜軟 反正我們肉片等一下後面再下 這時候我們來調一個醬料 好 我今天用這個比例很簡單 就一般我們等一下要煮這個肉 加一點點醬油 大概兩匙 好 這個醬料的配方 兩匙的醬油 那我們這個是醋 大概一大匙的醋 好 這個水果醋 它風味比較好一點的水果醋 對 就什麼梅子醋 鳳梨醋 水果醋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這個是蜂蜜 好 我們加大概一大匙的蜂蜜 好 2比1比1 對 就是醬油 然後水果醋加蜂蜜 對 這個是一大匙的芝麻醬 好 芝麻醬 那今天為什麼要設計這道菜 因為我發現 因為亞麻人酒有一個口感味 對 很多小朋友老人家都不喜歡 對 而且它的味道很重 對 你怎麼壓都壓不過 有些人打精力湯 打什麼加下去 會有那個亞麻醬汁油的味道 對 那味噌我們就適量大概一匙 再加一點這個蒜 蒜泥 蒜丁 這就適量 蒜泥 蒜末 對 那你就把它拌勻 這個時候我才來加這個油 好 我們先把這個壽司拌勻之後 我們給鏡頭拍一下 它目前為止是醬料加上這一個 芝麻醬跟味噌醬 對 那目前為止還沒有額外調油 對 那這個時候我就把油大概 這是亞麻人酒油 我覺得大概是兩匙 我們鏡頭拍一下下 亞麻人酒油 其實沒有大概這個就很鮮黃色 對不對 它顏色比較深 一般它的濃度比較高 會比較深一點 像我就會用 因為我今天分量會比較多 我大概用兩匙 好 今天會燒一大鍋 對 好 兩匙 那這個是麻油 我就會用一匙 來 我幫你開 一匙的麻油 那最後還會放一點的這個是 古茶油 因為麻油是Omega 6系列的 還有南瓜籽油 對 南瓜籽油 等一下我們可以單獨給大家試那個味道 因為它是墨綠色的 好 這個是它會有一點點顏色 好 我們看一下一下 它是墨綠色 顏色是重的 對 它這個 它味道也有堅果的香味 其實你做它拌醬 其實也都滿適合的 它有點淡淡的 有點像芝麻 有點像堅果 這獨特的 可是所有堅果 真的最香的是芝麻跟花生 對 沒錯 好 那學生有問題 像你這種特殊油 也是一樣要冰 冰箱嗎 對 沒錯 酒跟 然後搭配油醬 我覺得是現代人最聰明的料理法 也是最簡單又最健康 吃油的方法 對 它的油煙也相對少 主廚他用了一個 很好的低脂的肉類 這就達到我們可以 攝取到好油 達到健康又怕發胖的那個前提 它這個醬料其實是有含油的 把它劃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一鍋 那拌好之後 因為我是等一下 把這些料理都準備熟透了 我們才來加這個油 所以我這個油不像 我們之前的料理 中式這樣下去熬它這樣子 所以你這道料理跟吃法 也有一點點溫沙拉的感覺 對 其實有一點像溫沙拉 可是我們現在要放肉片 肉片一樣也一定要煮熟 沒錯 沒錯 最近這個禽流感來著 連食味鼠都呼籲 連雞蛋都要吃熟的 對 那我們把這個肉片 把它拌炒熟透 等一下我只要把火關掉 我們才放這個醬料 所以不是在裡面去熬它這樣 那問一下洪醫師 美容大哥不斷的強調 Omega-369的比例 就是說現代人Omega-3吃的少 然後外面有很多飲食的 這個過程當中吃得到Omega-6 所以普遍缺乏的是3跟9 我們多元不飽的脂肪酸 我們曾經有做過一個統計 台灣的那個3跟6的比例 其實剛剛王老師有提到 大概是最好是1比1到1比4裡面 在這個範圍裡面是最漂亮的 可是因為台灣的飲食西化 其實很多的Omega-6 在我們的肉類裡面事實上是有的 那會變成我們現在統計出來 大概3比6可以達到1比20 那如果說一個失衡的結果 Omega-6過多會產生什麼 它會產生一些壞的一些花生油酸 那這些壞的花生油酸在我們體內 會造成我們很多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一些心血管 比如包括我們很多憂鬱症 我們的代謝異常 後來發現跟這個壞的花生油酸有關係 那再怎麼辦 那事實上就要拉高3跟6的比例 那少Omega-6就3跟9拉高 把Omega-6給下來一點 那什麼叫做Omega-3 Omega-3我們講在很多的那些比較好的一些深海魚 或是我們講一些青魚 秋刀魚這些東西 大家多吃點魚肉就可以了 那我們後來發現其實綠色的蔬菜 Omega-3也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一點綠色的蔬菜 那不然你就多吃些Omega-9的東西 Omega-9在我們剛剛其實 柯老大人很喜歡的苦茶油裡面 Omega-9就很多 那我們的橄欖油這個也很多 那當然我們講說其實很多的 我們避免都要飽和脂肪酸的痛 事實上我剛剛一直提到 Omega-6其實藏在很多的肉類裡面 如果多大魚大肉 就會多攝取到Omega-6了 好 美鳳大哥 我們這一鍋也冒出很香的味道 哇 這邊算出來 對 所以現在肉跟菇熟透了 對 我們檢查一下 把它稍微拌一下 好 基本上幾乎基本上都熟透了 好 一般我會這樣熟透之後 我就把這個所謂的火 對 再把它關掉 讓它稍微溫度稍微降低一點 或者是你這個時候可以加一點 其他的比較新鮮的食材 比較直接可以吃的食材這樣 好 所以鍋內的食材熟了之後 可以關火降溫 對 然後才來調醬 對 這個時候關火 那我們剛才調好的醬有沒有 其實因為一般我們可以 一般剛才講 這個最低的油都要107度 對 那我們關火之後降溫期 大概降就會在100度左右 因為我們用水當媒介 不是只有油 所以它溫度基本上不會太高 那我們這個時候才把這個調好的醬 把它拌上去 所以你這也是有溫沙拉 跟溫拌菜的概念 對 或者是有時候我在家 有時候真的是 搞不好就沾著吃 這個醬每個人 就一小個醬有疊 這個菜 上菜之後 小朋友就自己沾這個醬來吃 那我現在理解 難怪你剛剛說水煮也可以 對 水煮也可以 因為水煮如果這些食材 當作沾醬也可以 沒錯 沒錯 那最後我們就把這個酒針塔 把它燜一下 讓它這個香氣 好 等一下再拌一下 讓它這個香氣進去 這樣其實就可以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我們沒有大家這一個 味噌菇菇燒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 我很贊成民勇的這個做法 就是因為最近 最近一兩年來 大家開始風行說 我漸漸的 我可能要把我的飲食中油的 比例加高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該怎麼加高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可能 有人用喝的 有人幹嘛 我覺得這真的太不人道了 所以像民勇這種做法 就非常大家可以學習 如果你真的是想適度的 提高你飲食中 好的油的比例的話 那降低一些 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那做法就是 你看它的油 其實變成沾醬的一環 你看它燙的東西 沒有經過高熱去破壞它 然後你又可以保留好的油 然後吃起來 其實我老實說 這個比一般的火鍋醬料 都好吃多了 今天火鍋 你與其用沙茶醬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你做這樣一個醬 然後沾起來吃又好吃 然後又健康 然後你又可以消滅你體內 因為可能吃了太多 Mega 6系列 然後把它這個 氧化跟抗氧化之間 做一個平衡 就非常好 好 接下來 金竹竹也要分享 你自己日常料理 很多西式料理 用西式的油 那你待會兒要示範一個簡單的 歐式香草油 是 沒錯 好 那今天也帶來分享一下 你這一個是你常用的橄欖油 對 這我常用的橄欖油 然後因為橄欖油的用法 大家都很熟悉的 橄欖油我們大部分都是 就是你會自己挑那個味道 像我喜歡青草味重一點的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味道 但是很多人會跟我反映說 橄欖油的青草味我不喜歡 對 那怎麼辦呢 不喜歡的話 通常我們會建議他 你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用一些那個葵花籽油 但是葵花籽油 這種像這種是精煉過的 精煉過的通常我們是拿來炸東西 做一些高溫的烹調 但是如果你可以買得到 是那種未精煉過的 那個很適合拿來當涼拌的油用 對 然後還有一些像葡萄籽油 它其實它不用精煉 它的油溫已經很高了 對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一個 西式的一個香料油 對 那這邊我們準備一些洋蔥 洋蔥的比例跟蒜頭的比例是2比1 對 洋蔥可以多一點 對 然後洋蔥碎跟蒜頭都 都把它切成碎 對 那這邊還準備了一些辣椒粉 好 然後一個紅椒粉 好 這個是匈牙利紅椒粉 對 匈牙利紅椒粉 這是會辣的辣椒粉 然後黑胡椒粉 黑胡椒 然後百里香 百里香 百里香 然後這是普羅旺斯的西式的一個香料 好 或者義大利中和香料都可以 對 那新鮮的那個洋台上面 如果你有自己種新鮮的香料 也是可以把它載下來用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用乾燥的香料 對 乾燥也可以 那我比較特別 我會放一點點的紅蘿蔔 好 這個紅蘿蔔 對 那個因為顏色跟那個胡蘿蔔素 都會跑出來 所以我需要它的顏色跟味道 好 這個要學喔 這個我剛剛偷偷聞它味道是很厲害的 歐式的油蔥酥 是 是歐式的油蔥酥 而且這道料理又 這個油蔥酥的做法非常的簡單 又相對健康 對 你看現在在那下一大碗的這個洋蔥切碎 剛剛這個主廚熱了一個鑄鐵鍋 你沒有放油直接下洋蔥 對 我其實全部的食材我們都下完 我們再來放 好 再來下的是這個蒜末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香料都一起加進來都沒關係 所以現在等於是乾鍋再煮洋蔥末 洋蔥丁 稍微微微的煮一下而已 那洋蔥照理來講會出水嘛 對 微微的 然後我們所有的香料全部都加完 再來加油都沒關係 好 這個是普羅旺絲 或者義大利綜合香料 是 義大利香料 然後這個是百里香 那如果有新鮮的可以用新鮮的代替 對 都把它加進來 那這時候一樣 新鮮的這個迷迭香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那 紅蘿蔔 紅蘿蔔也是 好 對 相當簡單 好 那油脂要放多少呢 油脂就是你的蒜頭多少 你的油脂就是多少 好 所以剛剛蒜頭是這一碗 對 這一碗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把油呢 把它倒到跟剛剛蒜頭一樣多 那你會用單一種油 還是你也會混搭油 這個我就會用單一種油 因為這個油的風味已經太豐富了 對 好 所以你今天用的是葡萄籽油 因為葡萄籽油 第一 它耐高溫 第二是它沒什麼味道 所以它適合做這樣的料理 因為你待會兒的這個 義大利西式風味的油蔥酥 有很多香料的風味 在那一些食材上面 是 所以你希望降低油的味道 是 沒錯 所以現在才下油 是 現在把油加下去 欸 很妙欸 而且你只要用小火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用鑄鐵鍋 我們是小火喔 是 你如果用鑄鐵鍋 你就省去很大的一個麻煩 你就不用在那邊顧了 因為它導熱比較平均 那你就可以把鍋蓋蓋上來 這樣就好了喔 對 就讓它小火煮 煮多久 煮2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那煮的照理來講會出水欸 因為洋蔥應該會出水 是 那最後呢 我們最後等它整個都燜軟了之後 讓它全部都沉下去 在油下面之後 我們再把打開 再稍微煮個5分鐘就可以了 對 那我這邊會時間有準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煮完之後就會類似像這樣子 欸 這感覺是洋蔥肉燥 對 真的 整個洋蔥啊 然後那些香料 我們剛才也有放了一點香 對 它整個都化開了 那但是這個啊 這個就不能像我們 那個中式的那種油蔥酥 可以吧 因為油蔥酥它煸得比較乾 對 所以它比較耐放 像這個啊 比較不耐放 它大概是三天以內 你最好就盡速把它吃完 對 因為它還是保持有點水分的那種 對 我可以左邊的嚐一下 因為這個味道真的太特別了吧 可是它是很香的 我現在可以理解這個油蔥醬 如果拌麵啊 拌菜啊 拌什麼應該都會很好吃 是 你應該分一點給洪醫師嘛 對 有 這邊 好香喔 那我們今天就用海鮮 然後跟現在當季的一個芥蘭菜 好 我們來做一個酒蒸蔬菜 然後蒸一個海鮮 那我們清洗過的蔬菜呢 帶一點點水分 這個是菠菜 菠菜先下 不是 這是那個芥蘭 芥蘭先下 現在這個季節的芥蘭 我們熱一個鑄鐵鍋 讓它先下 我們鍋子要稍微有點熱度 而且鍋子剛剛竹竹有用廚房紙巾 稍微讓它鍋圓抹一點油 是 沒錯 所以就是整個鍋子外生 都抹了一層薄薄的油 像女生敷臉那個油敷一樣 然後放上芥蘭 是 這邊有準備三個海鮮 就是有棕卷 然後蝦子跟死斑魚片 那我們就是把它放 平均把它擺上去 所以蔬菜當底 對 蔬菜當底 然後海鮮 這個三鮮 那有魚片 有蝦子 那我們把蝦子把它擺好 可是蝦子可以有點久蒸久煮 是 因為海鮮容易熟嘛 是 沒錯 這個蝦子也去了殼嘛 那魚肉也切了薄片 對 這邊我們開大火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白酒 把它倒進來 我們的海鮮跟芥蘭這裡 對 開了大火 然後倒一小碗的白酒 是 一樣是白酒酒蒸 對 我們讓它蒸 大概蒸個大概 三到五分鐘 要看你的海鮮魚片大小片 那我們今天這個大小 大概是大概三分鐘左右 我們讓它蒸 蒸熟之後 然後我們只要調一點點你要的味道 鹽巴 然後再把我們的油蔥 把它拌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種油蔥醬還可以做什麼樣的料理 這種油蔥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這個油蔥 是為了要炒義大利麵方便 對 義大利麵 因為你有時候要煸很久啊 那你炒的速度太慢 所以我們會先煸一些起來飯 然後呢 義大利麵炒完之後 這個最後再加進去拌炒一下 它會有一個乳化的作用 乳化的作用 因為如果你像這個裡面有油 那又有蔬菜 那再加上義大利麵裡面有湯汁 那你快速翻鍋 它就會水滷交融 然後它就會滷 濃濃的這樣子 那個醬汁就會扒在那個麵上面 對 那後來呢 可是我再問問問題 那你前面炒義大利麵 你一樣是蒜片會炒 然後另外一批新鮮的洋蔥再切末再炒 然後後面再加出這一個油蔥醬 這個是一個炒法 這個是這樣的炒法 可是我現在我們都不這樣做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鍋子直接煎海鮮 海鮮煎半熟 把它拿到旁邊先放著 然後麵就直接下鍋 然後燙麵的水或者是魚高湯下去 然後炒到麵已經你要的軟硬度 再把海鮮放進來 我們這個西式的油蔥醬再把它放進去 就開始翻一下 所以你的動作就少掉那個爆香的那個動作 就會變成快速完成義大利麵 因為我每次想要把洋蔥炒得剛剛好 就是甜甜 但是又有香後又會焦出來 你知道有多久嗎 而且你要拌 而且又不能擠 要慢慢捻 你沒有慢慢的一直拌它 讓它均勻的話 你的洋蔥也不會香 不會韌 那我可不可以再偷看一下這一個 可以 橘色的鍋子 這一個看它現在 有沒有它現在的那個蒸氣 而且它的因為水蒸氣 水油那裡你看那裡就在賣泡泡 已經有泡泡炒出來 那其實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拌炒 然後把所有的香料把它拌均勻 其實這個已經有香氣出來了 對 它已經有那個新鮮 比較新鮮的那個香草的味道 但是它在煸過之後呢 它就會比較像這種 比較沉的那種香氣 不會這麼的豔 對 然後現在這樣子 真的像在熬肉燥的感覺 那這邊有一個稍微要注意一點 就是你不能讓那個洋蔥落單 洋蔥旁邊鍋子邊邊 我們要把它弄下來 對 不然它會燒焦 對 會燒焦 對 那我們一樣 再讓它稍微燜一下 這邊蒸氣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來 哇 已經海鮮都蒸熟了 對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一個湯匙 好 我們來撈一點點的這個 對 撈一點的這個 油蔥醬 油蔥醬 好妙喔 然後這時候可以關火了 對 所以你最後的醬也一樣是拌這一個菜跟料 是 沒錯 所以我理解你剛剛講 如果做義大利麵 然後這個炒香的辣椒 炒香的麵 最後再跟著拌炒 會炒 是 沒錯 然後我們需要一點點調味 好 這邊一點 現在才調鹽吧 對 調一點點的鹽吧 剛剛吃它那個醬是很甜的 又香鹽 因為它有胡蘿蔔跟洋蔥是 對 濃酸那個 對 洋蔥的甜味 蒜頭也很甜喔 不要忘了 這個呢 因為我們是海鮮 所以其實只要稍微拌一下 把這個油拌平均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OK 哇 金竹竹這個西式香料油 好好吃喔 我覺得今天其實 三位廚師都教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事實上大家都喜歡吃蔬菜 可是以前常常就是燙青菜跟草青菜 可是在我們這裡 酒蒸蔬菜其實 一 沒有油煙 二 蒸出來真的好好吃 顏色又漂亮 放什麼酒都是這麼綠 像這個芥蘭菜也是 那芥蘭菜新的部分 好脆 那個整個 然後又完全沒有苦澀味 就是整個非常的甜美 很好吃 原來用蒸的蔬菜就這麼好吃 然後再加上他們拌的這些 有油的醬 就是幫助吸收 而且那個味道再上一層樓 因為它有香氣 然後甜味再進去 你就覺得蒸蔬菜就很美妙了 那更別說這些海鮮 用這樣的蒸的情況下 老師說它甜味都在 口感都會爽脆 直接咬播一下 有些人吸回去都嚇到在人家買 非常的好吃 所以酒蒸 然後搭配油醬 我覺得是現代人最聰明的料理法 也是最簡單又最健康 吃油的方法 對 它的油煙也相對少 然後它的湯汁好鮮 很鮮美 好鮮甜 洋蔥的甜味 對 其實今天它設計這個 我非常非常的讚賞是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研究發現說 其實很多油脂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Omega 3 Omega 9 對我們都身體很好 那我們為了想要讓我們的血脂肪 降低 避免心血管性疾病 我們會想辦法想要把那邊的油脂拉高 可是如果你沒有把飽和的脂肪 那邊拉低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你會越吃越胖 你會整體的油脂的量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覺 假設我想要讓我維持健康的狀態 然後呢 我又吃到好的油脂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必須把飽和脂肪那一塊的量 減低一些些 不要吃那麼多 所以今天那個竹竹他用了一個 很好的低脂的肉類 就是這些海鮮 所以他本身的飽和脂肪的量就低了 這時候我就不用害怕 我用好油再加進來了 這就達到我們可以攝取到好油 達到健康又不怕發胖的那個前提 這是滿好的做法 而且他今天用了芥蘭菜 芥蘭菜本身維他命A 鈣啊 鐵啊都很高 再加上貝塔胡蘿蔔素 而且我要講的 維他命A 貝塔胡蘿蔔素都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 對 你就是在這個場合之下 你更可以讓我們這些 所謂的抗氧化的營養素 可以攝取更高 不管是我們的防癌 或者是抗癌的作用上面 才能夠達到那個最高的高效率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所以油脂的攝取原因 應該均衡而且平衡 然後平均分配 對 剛剛講的脂溶性的維生素 他也會平均的吸收 所以素青草會講 有人過度減肥 完全無油之後 他會營養不了 對 反而你會發覺 他怎麼削脂肪反而上來 對 其實是不貴的 因為他該吸收的脂溶性營養素 根本沒有機會 跟沒有媒介吸收 最後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丁寧 今天介紹大家健康的吃油脂 但要提醒大家幾點 第一個油脂要均勻的選擇 不要單吃某一類的油脂 第二個如果小家庭的話 可以選擇小包裝的 避免吃到已經過期了 第三個 如果說你在家做菜的時候 那個油脂的量要掌控好 如果說譬如說你做湯 下面浮一層油 可以稍微撈一下 表示你家的油脂過多了 第四個 我們講說不是不能吃油 而是要健康的吃油 你看你的食材 假設你的食材是肉 裡面油已經很多了 你烹調的部分 就要少一點的油脂 如果說青菜這類油脂比較少 就可以稍微加多一點 健康吃油脂是有方法的 當然只要照這幾個步驟 就可以健康吃油 好 謝謝洪醫師的丁寧玉 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吃好油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迫在年代 賣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臉書不定期 也會有各種的直播 跟分享正理的活動 分享給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所以歡迎觀眾跟粉絲們 經常上我們的臉書 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時一時間 主持再見囉 Bye Bye 謝謝